今天為農曆大年初六 對此,南投縣議會也特別在一樓大廳 舉辦員工新春團拜 所有員工都興高采烈迎接開工的第一天 議長何勝峰也親自發送美人農年開運小紅包 並期許所有員工協助藝人們做好服務地方的工作 縣議員石青龍也到場一同參與 並祝所有鄉親新年快樂 今天是農曆初五 也是農年上班的第一天 我們南投縣議會在議長的祝福之下開工大吉 我們議長特別勉勵大家 今年是農年 然後希望大家趕快多生一些農寶寶 因為在音音嫂子化 我想人才就是國家最重要的棟梁 然後議長給大家最大的祈福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的生育 可以讓我們南投越來越旺盛 祝福大家 金龍吉祥,龍年行大運 大家都賺大錢,大賺錢 錢大賺 議會秘書長林夢正表示 議長對於所有議會員工都相當疼愛 今年議長和聖峰也延續過去傳統 發送美人小紅包 期許所有議會員工能夠持續努力向上 我想議長非常疼愛我們員工 一起同仁齊聚一堂,胡倒新年恭喜 議長和聖峰也期許 未來在大家的協力合作與支持之下 各項意識工作能夠順利進行 記得我們去南投現議會採訪報導